第九回 齐侯送文江昏鲁,祝丹设周王仲监。 话说齐熙宫生有二女,结绝色也。 长女嫁于魏即魏宣江,另有表白在后。 单说赐女文江,生得秋水为神,芙蓉如面。 笔花花结雨,笔玉玉生香,真乃绝世佳人,古今国色。 世子猪儿,原是个九色之徒,于文江虽为兄妹,各自一母。 猪儿长于文江只二岁,自小在宫中同行同坐,细耍顽皮。 即文江见已长成,出落得如花似玉。 猪儿已通情斗,见文江如此才貌,况且举动轻薄,没有调戏之意。 那文江妖也成性,又是个不顾礼意的人。 语言细血,语言细血,时及驴像晦泻,全部毕记。 猪儿生得长身尾干粉面猪唇,天生的美男子。 宇文江倒是一对人品。 可惜产于一家,奋为兄妹,不得配合成双。 如今聚于一处,男女无别,遂至并肩携手,无所不至。 只因爱着左右宫人,胆少得同亲贴肉了。 也是其侯夫妇溺爱子女,不欲为防范,以致儿女成禽兽之行。 后来语儿身世国威,或皆由此。 自郑氏子乎,大败荣师。 齐熙公在文江面前,夸奖他许多英雄。 今宇一婚,文江不生之喜。 吉文氏子乎,坚持不允。 心中郁闷,染成一疾。 目热昭良,精神恍惚。 半坐半眠,寝食俱沸。 有诗为证。 二八身归不解修, 一桩情世所眉头。 凤凰不入情思网, 也物佳绩总是愁。 世子猪儿,以后病为名,时时闯入闺中,挨坐床头,遍体抚摸,只问极苦,但耳目之际,紧不极乱。 一日齐熙公偶到文江处看事,见诸儿在访,则之曰, 如虽则兄妹,礼仪必贤,今后诞前宫人之后,不必自盗。 有诨呢? 诸儿围围而出,自此相见遂夕。 为己,西公为诸儿娶宋女。 卢举拒有应, 诸儿爱恋新婚, 兄妹踪记一书。 文将深归寂寞怀念诸儿 并是御家 却是胸中辗转难以出口 正是亚子漫长黄薄味 自家有苦自家之 有诗为证 春草醉春烟 深归人独眠 几恨岩江老相思心欲燃 几回明月夜飞梦到廊边 却说鲁桓公即位之年 年齿已长 上位聘有夫人 大夫张孙达禁曰 古者国君年十五而生子 谨君内主尚须 一日主弃何望 非所以众宗庙也 公子辉曰 陈闻其侯有爱女文将 欲弃正是子乎而不果 君何求之 环公曰 诺 即使公子辉求婚于其 其夕公已文将病中 请缓其妻 工人却将鲁侯请婚的喜信 报之文将 文将本是过时思想之症 得此消息心下烧书 并绝渐检 及其鲁为宋都仪式 共会于祭 鲁侯当面又以殷氏为请 其侯其以明岁 至鲁桓公三年 又亲至营地 与其侯为会 其西贡赶其殷勤许之 鲁侯遂于营地那臂 是常礼加倍隆重 西贡大喜 约定秋九月 自送文将至鲁成婚 鲁侯乃使公子辉 至其营女 其世子朱儿 闻文将将嫁他国 从前狂信 布绝赴盟 使工人假送花朵于文将 赴以诗曰 桃有花 在门上 灿灿其侯 灿护不折 飘而为居 须皆系 复须皆 闻将得诗 以解其情 亦复以诗曰 桃有应 花花其灵 金兹不折 巨无来春 丁宁戏 复丁宁 朱儿读其达诗 知文将有心与笔 享目转切 为己 卢使上清公子 辉如其 迎取文将 其戏共以爱女之故 欲亲自网诵 朱儿文之 请于赴约 闻妹子将是鲁侯 其鲁侯是好 此成美事 但鲁侯既不亲盈 必须亲人网诵 父亲国事在身 不便远离 孩儿不才 愿待一行 西宫曰 无以亲口许下 自网诵亲 安可失信 说游未必 人报 鲁侯停驾欢意 专后淫清 西宫曰 鲁 礼义之国 忠道迎亲 正恐 劳无入境 五不可以不亡 朱儿 默然而退 江氏心中 亦如有所失 其时 秋九月初旬 急期已破 文将别过六宫飞眷 到东宫 到东宫来别 哥哥 猪儿 猪儿 长久相待 四目相视 各不相舍 猪儿 挨至车前 担到个 妹子 妹子留心 莫望 丁宁之巨 文将答言 各个保重 相见有日 齐西宫 命 朱儿守国 亲送文将 至欢 与鲁侯 相见 鲁侯 朝旭生旧之礼 设习款待 从人皆有厚赐 西宫辞归 鲁侯引文将 道国成亲 一来 齐是个大国 二来 文将如花绝色 鲁侯十分爱重 三朝建庙 大夫宗妇 聚来朝建君夫人 西宫父使其地 一众年聘鲁 问候江氏 自此其鲁亲密 不在话下 无名子有诗 单道文将出价式 诗云 从来男女甚贤威 兄妹如何不隔离 只为林奇言保重 致令他日殿中为 话分两头 再说周宣王 自闻郑伯 假命伐送 心中大怒 竟使国公临府 独禀朝政 不用郑伯 郑庄公 闻之此信 心愿还王 一连五年不朝 还王曰 郑物生 无理甚矣 若不讨之 人将效尤 人将效尤 朕当亲帅六军 忘生其罪 国公临府 建曰 郑有 磊氏 清氏之劳 今日 夺其正饼 事已不朝 且一下照争之 不必自网 以谢天威 还王愤然作色 曰 悟生七震 非止一次 朕与悟生 事不两立 乃照蔡 魏晨三国 一同兴师法政 事时 陈侯报方兴 其弟公子驼 自无辅 杀太子勉 而自立 事报为还公 国人不服 纷纷逃散 周是征兵 公子驼 初级位 不敢为王之命 只得纠集车徒 遣大夫伯元朱统领 往正国进发 蔡卫各遣兵从征 还王使国公临府 将右军 以蔡卫之兵属之 使周公黑奸 将左军 臣兵属之 王自统大兵为中军 左右侧应 郑庄公 闻王师江志 乃及朱大夫问计 群臣莫敢先应 郑庄债族曰 天子亲自降兵 则我不朝 名正言顺 不如前使谢罪 转获为福 庄公怒曰 王夺我政权 又加兵于我 三世秦王之计 赋予东流 此番若不错其锐气 宗舍难报 高曲迷月 臣与正肃目 其驻兵乃不得已也 蔡卫与我素仇 必然效力 天子震怒自降 其风不可当 以兼臂以待之 似其意待 或战或合 可以如意 大夫公子元 晋约 以臣战军 于礼不直 一肃不宜迟也 臣虽不才 愿献一计 庄公曰 清记如何 子元曰 王师既分为三 亦当为三军 以应之 左右二师 皆皆方阵 以左军当其右军 以右军当其左军 主公自率中军 以当王 庄公曰 如此可必胜乎 子元曰 臣妥 弑君心力 国人不顺 免从争调 其心必离 若令右军 心犯陈师 出其不意 必然奔窜 再令左军 敬奔蔡尉 蔡尉闻臣败 亦将溃矣 然后和兵 以公王族 万无不胜 庄公曰 请料敌如指掌 子风不死已 正商议间 江丽报 王师已至如隔 三营联络不断 庄公曰 但须破其一营 于不足破也 乃使大夫 乃使大夫曼搏 引义军为右锯 使正清债族 引义军为左锯 自领上将 高渠弥 远凡 霞书营 筑丹等 建毛虎大旗 于中军 债族禁曰 毛虎所以圣诵徐也 奉天讨罪 以罚诸侯则可 以罚王则不可 庄公曰 寡人思不及此 疾命以大佩一支 仍使侠书营指掌 其毛虎置于武库 自厚不用 高渠弥曰 陈关周王颇知兵法 今番交战不比寻常 请为余力之阵 庄公曰 余力阵如何 高渠弥曰 甲车二十五圣为篇 甲氏五人为武 每车一篇在前 别用甲氏五五二十五人随后 色其缺漏 车商一人 武即补之 有进无退 此阵法极尖极密 难败一圣 庄公曰 善 三军将近如隔 扎住迎寨 环公文正伯出师底笛 怒不可言 便欲亲自出战 国公临府建旨之 此日各排阵势 庄公传令 左右二军不可轻动 只看军中大配斩动 一起进兵 且说环王打点一番责政的说话 专带正军出头打话 当阵诉说 以折其气 正军虽列阵 只把住阵门 绝无动静 环王使人挑战 并无人应 将至午后 庄公夺王族以待 狡狭输赢 把大配挥动 左右二聚 一齐鸣鼓 鼓声如雷 各个奋勇前进 且说 曼搏杀入左军 陈兵远无斗志 及时奔散 反将周兵冲动 周公黑剑阻恶不住 大败而走 再说 债族杀入右军 只看蔡卫旗号冲突将去 二国不能抵挡 各自密路奔逃 国公林府 仗剑立于车前 约束军人 如有乱动者 斩 债族不敢逼 林府缓缓而退 不折一兵 再说 桓王在中军 闻敌营鼓声震天 知是出战 准备相持 只见士族纷纷而语 队伍早乱 原来望见溃兵 知左右二营有失 连中军也力脚不住 却被正兵如墙而进 祝丹在前 远凡在后 满驳债族 一领得胜之军 并立合功 杀得车轻马臂 将允兵王 桓公传令速退 亲自断后 且战且走 祝丹望见秀盖之下 料是周王 近着眼力去真 一见射去 郑重周王左肩 幸国甲肩后 伤不慎重 祝丹催车前进 正在危急 却得国公林府前来救驾 与祝丹交锋 元凡曼驳 一骑上前 各逞英雄 忽闻正中军 明金甚急 遂各收军 桓王引兵退二十里下寨 周公黑奸易志 诉称臣人不肯用力 以至于败 桓王乃然曰 此阵用人不明之过也 祝丹党回军 见正庄公曰 臣以摄王间 周王胆落 正带追赶 升秦纳斯 何以明金 庄公曰 本为天子不明 将得为愿 今日应敌 万非得已 赖诸卿之力 社稷无允足矣 何敢求多 依你说 取回天子如何发落 即摄王 亦不可也 万一重伤允命 寡人有势君之名矣 债族曰 主公之言是也 仅无国兵威以利 料周王必当畏惧 以秦始问安 烧至殷勤 使之射奸 飞出主公之意 庄公曰 此行非重不可 命被牛十二头 养百只 速除之物 共百于车 连夜到周王营内 债族叩首再三 口称 死罪尘悟生 不忍社稷之云 乐兵自卫 不料君忠不戒 有犯王功 悟生不生战境 胡诉之志 谨遣陪臣族 戴罪圆门 竟问无恙 不舔弊父 辽充劳君之用 为天王连而赦之 还王漠然 自有蚕色 国公邻府 从旁带答曰 物生既知其罪 当从宽幼 来时便可谢恩 债族再败 其手而出 便利各营 据问安否 史观有失探云 慢夸神剑 及王剑 不想君臣等地天 对垒公然 全不让 却将须礼 魅王前 幼然翁 有失机还王 不当清兵伐政 自取其辱 诗云 明珠潭阙 古来击 其有天王 自出居 传习四方 政兼贬绝 政人宁步 拒王威 还王兵败归周 不生其分 便欲传习四方 共生 政务生 吴王之罪 国公邻府 建曰 王清举丧功 若传习四方 使字 张其败也 诸侯子 臣 为蔡三国 而外 莫非正当 征兵不致 徒伪正孝 且正以前 债族 劳军谢罪 可借此 舍诱 开证 自新之路 还王 莫然 自此 更不言正事 却说 蔡侯 因潜兵 从州 罚政 国中探听得 陈国 窜乱 人心 不服 公子 驼 于是引兵 席臣 不知胜败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